盘点当下最火的谐音爆火歌曲 这可真是没有哪首歌曲能套得过中国的谐音梗 要问最近很多人都在听和找的 喜拉喜拉 苦喜铁打是个什么歌 不仅没几天就全网破译播放不说 这带有热血动漫的音乐风格 一开口就让人爱上了 这首《群青》来自日本男女音乐组合Yosabi 自去年9月发行后在5个月内 就被各国人设个稿惊呼表情剪辑 以一夜爆红 虽然你我都听不懂 但就会从中听出一股子励志劲 而这首歌实则是鼓励那些 在感情中依然决定坚持勇敢去爱的人们 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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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 要问这 马带一带游是个傻歌 先不说歌曲几天就破译播放 这像极了把麦克风塞进肚子里的唱法 可是将压迫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来这首Zanadu是来自荷兰音乐人武梅奥斯坎 利用传统呼迈和电子音乐创作的产物 在传入我国后就被网友争相模仿演唱 说到呼迈这个词 就不得不提一下它在我们蒙古族的重要性 在2009年中国蒙古族呼迈就被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很多蒙古族乐队各是用呼迈与流行结合 创下了很多经典 广西大叔在划船时唱了一首英文歌 其魔性的发音让他迅速火爆全网 显音漏漏漏之歌也因此得名 歌曲原曲是一首经典英文歌 没想到被刘老师这么一唱 会英文和不会英文的都集体沉默了 简直就是让你一秒忘记原唱 太上头了 其实用中文谐音能唱的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在视频最后我也为大家准备了几首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一小六 我们下期见 明 firms为张作继续 计刀 计划 出赌 我们开始 portfolio closet imur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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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們的那種類似的那種類似的那樣子 那 authentication Materials